連手弄到秦國悄悄好 在深夜秦王立即召見秦怡 其實很明顯他們倆是打仗 用冰道用詭計 秦王就不會大庭廣眾 或者開個議事論壇 怎樣去打 因為現在是怎樣去打一場仗 所以一定用鬼道 兩個鬼鬼祟祟 在這裏秘密會議 兩個人怎樣去爭取有利的鬼道去作戰 明顯是秦王其實一步步 用說話就帶領張如去做某一種事情 看看哄張如下不下局 又說讚他 又說之前對你不好 聽聽司法錯誤 講了去打Buzzle 其實大家知道兩個人 都知道當時那個 國人戰爭的情況 就是要爭取一些有利的時間 希望等到自己的大軍能夠回回來 或者守住 來對抗楚國的進一步迫害 所以免費 免費 鎖國 不是 鎖國幾強大 都沒有時間 就要被鎖國消耗了很大部分的軍力 在這情況下 所以秦衛民網建議一條招 其實這條招 就是不知誰哄誰 他就說不如我們送些地給韓國和魏國 其實很明顯 已經是由頭到尾大家兩個 心領神會怎樣去做進一步的行動 張兒就說不如我們去 不要搞他們兩個兩個 都跟我們都翻了面 你告訴他們 他更加會加入 攻擊我們秦國的力量 就說不如我們去 去籠絡這個楚國 其實兩個就是 心領神會怎樣去插一下這個謀劃 去將這個楚國和齊楚的合眾怎樣打下去 而進一步的故事沒有說 我相信都是兩個是合謀 去令到齊國和楚國的對策 就是打橫去 就是將它消滅了合眾 好 謝謝 有兩個人相處交談的氣氛 是皇帝 是吧 最厲害的 但是在危急的時候 他不是自己亂來的 他第一時間想到張兒 叫他進去都不要緊 很多人都會這樣做 找個人來商量一下 但是你看到張兒一看到他的時候 就說這個時候千萬不要急 這句是忠神 越是危急的時候 就不要怕 一定要淡定鎮定 好 第二就是 秦衛民王和張兒的所有交談 都是理性的分析交談 他真的聽到張兒所說的話 然後把自己心裡的說話說出來 看到嗎 而且畫個圈是很大的 只要能退兵 國父所有的東西 要多少拿多少去 錢財生外物 國家在口道的時候 容財用什麼拿回來 第二就是 就算要殺 至子殺兒 即是說 我那些王子 要殺要做人治 在所不惜 這條是什麼 這條叫做 總之 總之 做一張資料給你 沒有銀碼 你要多少錢多少 麻煩 這樣 這些是什麼 這些是信任 張兒如果不是這樣 張兒如果不是這樣 喂大哥 你秦國滅了 是不是 可走人 我 藝人 藝國的人 對不對 你公司倒閉了 就跳槽 所以 你會看到 當一個 什麼叫做 良臣責主而是 就是 你和皇帝 和老闆溝通 老闆信不信你 是否真正 用心出來 對你 然後聽你說的話 很容易看到 所以 其實 對話 我講他的態度 知道嗎 而張兒 是很明顯 平時 他 有皇上 有什麼人 他很明顯 這個智慧 除了秦衛民王 很多 他根本的整套 已經在那裡 看到嗎 一陣一陣 讓秦衛民王 皇上 已經有 報告 定奪 然後他講出來 不行的 真的 然後 再來 從這個 含藝聯盟 不行的 為什麼不拆散他 一步步引他進去思維 知道嗎 知道嗎 然後 到他 你真的有多少 他不是全信 是秦衛民王 秦衛民王 是不是 當他說 雙於之地如何 不是你風 是我風 但對方 他都能夠打動他 追伏他 這個不容易 對於皇帝來說 各地是最重要的事 知道嗎 所以 北方的言語 叫什麼 捨不了鞋 而套不了狼 即是連兒子拿出來 拿出來 是引一隻狼的 因為要套狼 相傳狼很喜歡吃人肉 嘩 亂的人肉更喜歡吃 自己拿出來的 這樣 這個就是 這個情形 所以 無論你是做 大那個也好 你做小那個也好 你就看了 遇到這些 所謂這些 特別的情形之下 你就想起這兩個人之間的 對話和氣氛 你就知道自己 應該做什麼決定 第四條 第四條